屏東縣新元鄉田陽村長輩們聽著音樂敲響手中樂器 為社區照顧關懷據典接牌儀式揭開序幕 屏東縣長潘孟安 立委周春敏 新元鄉長方萬丁 縣議員徐展維 方文正 都到場祝福長輩們在據典快樂學習促進健康 潘孟安與長輩們歡喜接牌並合以留念 台灣又親愛心關懷協會關懷據典 由協會執行長縣榮里無償提供場地 讓阿公阿嬤們活動 從去年三月試營運每週一天 到今年一月開始失敗積極校弄長照站 現在每週五天服務44名長輩 阿公阿嬤每天都很期待到據典學習 阿公阿嬤每天都很期待 來這裡有很多人多久 愉快 愉快 阿公阿嬤每天都在家裡 在家裡給電視看 阿公阿嬤來這裡學生日黑白的也愉快 那我們的主要課程有 延返失冷失事 再過來的話有兩個主軸 一個是懷舊 懷舊課程 節慶懷舊 再加上說一個是圓醫治療 透過圓醫治療讓他們心理上有寄託 還有早上來的時候有律動 讓他們的肢體能夠動作 有一個喉化 透過一些美療作品 甚至寫毛筆畫畫都是長輩第一次所做到的 第一次在上的課 據典牆壁上診是阿公阿嬤的作品 刊得出課程規劃很多元 潘門安表示 皮諾縣已設置366處關懷據典 服務涵蓋418村里 對於社區關懷據典 是我們這幾年來一直長期要露食的 而且一村一個據典 是一直在極力在充斥 那目前已經大概這個覆蓋率已經78% 那未來到年底我們充80% 就是以目前到我們屏東縣 366個社區關懷據典 那我們希望能夠到380幾個 然後明年再突破一些 社區可能沒有這個活動中心 或是可能沒有一個照顧的地方 我們把這個位置場域 找到我們希望能夠達到這個百分之百 屏東縣政府積極推動關懷據典設立 在據典有志工及學員的陪伴 讓長者願意走出家門到據典 促進社會參與 並玩得開心吃得健康活得精彩 在地安老 潘門安表示 平線社區關懷據典年底將突破380處 朝一村裡一據典 安居大社區目標更向前一步 評論新聞 張如英 劉建仲採訪報導 今晚報告 今晚報告